週五 美國德州休斯頓警方接到報案 在郊區的一所民宅 發現近百人擠住在一起 警方懷疑這是一起人口走私案 星期五 德州休斯頓警方接到報警電話後 趕到郊區一座兩層樓的民宅 發現90多人擠住在一起 除了5名女性 其中絕大多數是男性 沒有兒童 年齡最小的20歲出頭 她們依著單薄 但沒有被捆綁的跡象 休斯頓警察局局長達林愛德華茲對媒體表示 可能是民宅里的人報了警 他認為這是人口走私 而不是人口販賣 當局發現 有幾名受害人表現出感染中共病毒症狀 发烧 喪失部分味覺或嗅覺 當地衛生部門給他們做快速病毒檢測 休斯頓助理警察局長坎圖表示 有5個人結果呈陽性 警方還給他們提供食物 分發口罩等個人防護用品 帶他們離開 目前還不清楚去哪裡 截至週五下午 還沒有發現嫌疑人信息 國土安全部正在對此案展開調查 新唐人記者李清怡 上進綜合報導